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已经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让秘密逮捕合法化 过去艾薇薇艺术家 他也曾经被秘密逮捕过 而未来在明年1月1号以后 施行以后 他即将合法化 那么这个是刑事上面的 有关的拘留跟逮捕 但是在中国 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法律跟办法 是可以让公安机关跟国安机关 能够进行行政拘留跟司法拘留 还有许多的黑监狱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发现到中国 在日前已经通过了拘留所条例 那么即将在4月1号来颁布 实施的拘留所条例的 这样的一个立法 假设你老乱车站 港口码头机场 商场公园 而这个老乱定义是非常的广 果然场或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可以进行拘留 那么拘留之后 不用通知家属 并且如果在里面遭到了 任何的污辱 或者是身体上的伤害 那么对方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那包括展示污辱性的标语 条幅等物品 扰乱文化体育等 大型群众行动秩序的 可以拘留 那么接下来 组织教唆 胁迫 诱骗 生动他人从事邪教 像法轮功等等的 甚至在条文里面 还名列练气功的 就可以进行拘留 那么是非常的大 在看守所 在拘留所 在劳动教养所 在所谓的维稳办 黑监狱里面 实有所闻 的这个黑牢的事件 虐待的事件 那么我想甚至大家可能还记得 台湾有一位陈姓先生 也曾经在香港的 这个 拘押所里面 受到虐待致死 在拘留以后两天内 就虐待致死 所以这样的事件 是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严重 侵害生命跟人权的事件 但是我们却发现说 中国官方文件里面 公布他们的死亡原因 异常死亡原因 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到 离谱的不敢相信 我会帮大家来说明几个例子 在贵州的李树芬 他在黑牢虐待致死 官方公布的原因是 他伏地挺身死亡 他的一个死因就叫 福利挺身死亡 接下来云南的李乔明 我们看到的是更离谱 官方说他是躲猫猫死的 那他是在看守所受伤住院 四天后在医院死亡 那么公安机关解释说 他是跟他的育友在玩躲猫猫 不小心自己撞死的 这是他官方的死亡原因 接下来看福建市 陈姓学生 他的睡姿不对死亡 这是他的死亡原因 他猝死在拘留水里猝死 那么警方称斥 他自己睡之不对 昏迷不醒 抢救无效 那么江西的李文艳 他的更离谱 官方说他是做噩梦死的 这个是中国的 这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危害人权的这个做法 那么有了这个虐待的事实之后 居然还用这样的理由 那广东的李亚平 他是抚养生死 也就是所谓的福利挺身死 那么他也是猝死的 他的死因是不利挺身 接下来河南的李亚辉 他是喝开水死的 喝开水死的 那湖北的薛洪福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 他是自己在灌洗的时候 洗脸死的 这个不是我们夸大 我们自己拟的文字 这个是在中国官方文件上面 虐待被拘押着之后 用他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文件 公告他异常死亡的原因 那我们在这边呢 要提出几点呼吁是 第一个就是说 法务部要真正 法务部跟陆委会 海基会要真正弄清楚状况 上个礼拜他们说 有2009年到现在接到 1535起通报 说有台湾人在中国 被限制人生自由 那这个呢 并不包括我们这边讲的行政拘留 劳动教养所 威威办黑监狱 法务部海基会陆委会 有责任去问中国说 这个数字是多少 好歹也跟我们说一下吧 那个到底有多少台湾人 被处行政拘留 关在中国的拘留所里面 中国我们的了解是都没有通报了 都没有通报